好那么另外继续要对大家来看到的是 案863跟864这对夫妻党 12号到17号这一段时间 他们曾经去过南门市场 还有很多间餐厅 不过经过这几天的消毒呢 这些餐厅都已经陆陆续续的恢复营业了 只不过但您看到 算说同样都是在周末 可是市场里头的人潮呢 却只剩下之前的十分之一 那么摊商呢 说连租金都很难打平了 而另外在地老字号的广德海鲜呢 还是有老顾客 是特地从天母到现场去捧场的 还有民众呢也是特别 调这个时间点来豆浆店用餐 逆向思考啊 主要就是觉得说 这个时候人比较少不用排队 吃起来更让人放心 明明是假日 市场却难得不用人挤人 桃园南门市场被列为染疫足迹之一 连续三天消毒之后 迎来的第一个休假日 守在路口的是防疫酒精 较外生依旧卖力 但人潮只剩之前的十分之一 有了摊商干脆先休息 免得多做多赔 这身谢谢真的由衷感激 因为人潮少到 连租金都难以打平 不过也有消费者逆向操作 跑到同样受影响的豆浆店来用餐 思思念念就爱咸豆浆这一味 一品金汤豆浆消毒之后 重新营业人潮锐减 而在地老字号的广的海鲜 还有老涛不辞千里远从台北天母出发 就为了来吃一碗面 用行动来力挺给业者信心 也相信台湾防疫的功力 华市新闻吴泉源 陈志学 蒲新宇 桃园报导